苏澳 苏澳是台湾东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位于宜兰县 这座城市以其美丽的海岸线和渔港而闻名 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欣赏风景和享受新鲜的海鲜美食 例句 我们计划在这个周末到苏澳度过一个宁静的海滨假期 高耸 高耸 指地是某物体高度巨大 常常令人印象深刻 例句 这座高耸的摩天大楼在夜晚特别壮观 照亮了整个城市 屏障 屏障是用来隔离或保护的物体 通常用于阻止危险或不受欢迎的事物进入某个区域 例句 这个围栏是一个有效的屏障 防止野生动物进入农田 开垦 开垦是指将荒地或为开发的土地改造成可以种植或使用的耕地 例句 农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开垦这片丛林 准备种植农作物 轰隆 轰隆 形容的是巨大的声音通常伴随着震动或风鸣 例句 雷声轰隆 空中闪电划过 天空一片光怪陆离 星矿神怡 星矿神怡表示在自然环境中感到平静和愉悦 让人心情愉快 例句 在这片湖光山色之中 我感到星矿神怡 忘却了日常的烦消 簇 醋涌 醋涌表示人们围绕或聚集在一起通常是出于友好 欢迎或支持的目的 例句 当明星走出机场时 一群醋涌的粉丝迫不及待地向他打招呼 和谐 和谐表示事物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通常指的是和平共处或和谐相处 例句 这个社区以其和谐的氛围和友好的居民而玩名 铁轨 铁轨是铁路上的金属轨道用于火车或列车运行 例句 火车经过铁轨 向远方的城市行驶 咸鱼翻身 咸鱼翻身 比喻一个曾经失败或不受重视的人 或事物取得成功或展露头角 例句 他在事业中经历了一段低谷 但现在他已经咸鱼翻身 事业有了显著的进展 隧道 隧道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地下通道 通常用于交通或供水等目的 例句 这条隧道穿越了整座山脉 缩短了交通时间 火洒 火洒是指把液体或颗粒物质 向某处快速倾倒或扩散 例句 当他打破杯子时 咖啡泼洒在桌子上 蔚蓝 蔚蓝形容的是深深的蓝色 通常用来形容天空或大海 例句 这个地方的海洋是如此蔚蓝 令人陶醉 哗啦啦 哗啦啦是形容某事物或场景 非常热闹喧嚣 繁忙的词语 例句 在这个哗啦啦的夜市里 摊位挤满了人们 各种美食和商品琳琅满目 壮阔 壮阔形容的是某事物的规模 或景观非常广阔 宏伟 例句 站在山顶 可以欣赏到壮阔的山巒 和无垠的大自然美景 山巒 山巒指的是一系列连接在一起的山峰 通常形成壮丽的山脉 例句 这片地区有着壮丽的山巒 吸引着登山爱好者前来探险 昏暗 昏暗表示光线不足或环境不明亮 例句 在这昏暗的森林中 我们需要依靠手电筒前行 奔驰 奔驰是指车辆或动物快速奔跑或行驶 例句 赛车手将赛车奔驰在赛道上 争取冠军 岛屿 岛屿是指一块被水包围的陆地 通常位于海洋或湖泊中 例句 这座岛屿被美丽的珊瑚礁环让 是个度假圣地 1 5 6 7 7 7 8